那轻衣女子亦是颇为意外地看着夜晨 别人不知道秦子薇的身份 她可清楚得很 这名男子既然是秦子薇带来的 而且两人看起来颇为亲密 又怎么可能没钱付账呢 这种感觉就好像世界首富带你去吃饭 难道首富会逃单吗 一时间这女子不由地好奇了起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才会让秦子薇 跟这名不过是乾坤静的青年走在了一起呢 她的双眸微微一眯 凝视着夜晨暗暗道 这青年绝对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身上很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 不得不说 她对夜晨有些感兴趣了 夜晨面上闪过一丝无奈之色 不明白秦子薇到底是什么用意 难道真的是外出之后碰上了麻烦 一时赶不回来了 那样的话 现在恐怕只能先靠实力强行离开这里了 倒不是她想赖账 实在是没有办法 再说 不离开这地方 她又怎么去正天灵精呢 此刻清宣成一间秘密的阁楼之中 秦子薇正面微笑品着一杯灵茶 自语道 夜晨啊 你可不要怪我哟 我知道你的性格 必定不会为了利益去激进其他女子 我也只好出自下策 安排你和南小离产生交集了 以你的天赋 不加入天殿太可惜了 她的美眸之中 闪过了一抹狡黠之色道 说不定你还得谢谢我这个红娘 为你制造了一顿好姻缘呢 清宣茶室 其中一名黑衣男子凶神恶煞的道 小子 我劝你最好不要想在我清宣茶室 白吃白喝 否则你在整个天人狱都会没有立足之地 你若是没钱 就立即叫你的家人朋友前来结账 虽然这男子语气不善 但夜晨没有动怒 反而有些歉意地看着几名黑衣男子 开口道 我在天人狱认识的人很少 如果你们要动手就动手吧 我尽量不伤到你们 说实话 如果能不动手 她还是不想动手 倒不是说夜晨怕了清宣茶室 只是这一次 她确实理亏 夜晨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毕竟自己确实白吃白喝了 可在天人狱只认识秦子薇 以及泰玄镇门 泰玄镇门距离此地有很大距离 现在 秦子薇联系不上 夜晨再神通广大也拿不出钱来 至于这几人对她出手 以夜晨现在的实力 即便硬扛这几人的攻击 也可以轻松走出清宣茶室 可那几名黑衣男子当即就怒了 为首那名男子大喝道 小子 你拿我们开涮呢 你是真的不怕死吗 在他们看来 夜晨完全就是在扯淡 而且还什么尽量地不伤到他们 一个乾坤静的小子 在他们眼中就是蝼蚁中的蝼蚁 吃了白食还敢装 这让他们如何不怒 那几人浑身气息狂拥 眼中凶光大方 就要先狠狠地教训夜晨一顿 夜晨叹息一声 看来终究还是要动手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女子声音 却是骤然在茶室之中响几道 她的账 我付了 原本等着看好戏的茶客 以及那些准备出手的黑衣男子 都是微微一愣 就连夜晨面上 亦是闪过了一抹惊讶之色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说话的 正是那名容貌绝美的青衣女子 那名侍女连忙迎了上去 满面笑容道 这位小姐 可是在说笑吗 她实则没有想到 有人会为这么一个寒酸的小子付账 轻衣女子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随手扔出一张打磨的 极为光滑的玉石卡片 你觉得这点钱值得我说笑吗 那侍女看到那张玉石卡片 当即神色大变 极为恭敬地低头道 不敢 说着便与那黑衣男子一同退了下去 一众茶室见状都有些失望 同时颇为羡慕地看着夜晨 不少人开口道 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点 竟然能让那位姑娘结账 哎 早知道 我也来白吃白喝了 吃软饭的东西 在天人狱 这种人又有什么立足之地呢 夜晨没有理会这些声音 静止朝着那青衣少女走去 面带微笑道 多谢姑娘相助 钱在下一定会尽快地还给你的 请姑娘给我一个联系的方式 那青衣少女凝视着夜晨道 钱 这点钱有什么好还的 夜晨门延目光一闪 再次道了声多谢 就准备下楼离开 她现在要想个方法 挣钱顺便找到秦子卫 可就在这时 那少女的声音却再次响起道 你叫什么名字 夜晨身形一顿 回答道 夜晨 夜晨 静衣少女重复了一遍 眉头微皱 这个名字 她在天人狱从来没有听说过呀 她看向夜晨道 我虽然不要你的钱 但你也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吧 既然你欠了我一个情 那么这几天 你就跟随在我身边 做个随从 如何 夜晨闻眼沉吟了片刻后 还是点了点头道 可以 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她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而且眼下人生地不熟 跟着轻衣少女了解了天人狱 也是一件好事 那轻衣少女淡淡道 萧黎 这轻衣少女实际上 正是那男萧黎 不过 她并没有说出本名 毕竟这个名字 在天人狱 可以说没有人不知道 男萧这个姓氏 可不是谁都能拥有的 男萧黎看着夜晨 心中暗暗道 我倒要好好看看 你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连秦紫薇那个女人 都能够吸引 她这次偷偷跑出来 就是来玩的 眼下出现了这么有趣的家伙 可不能放过 当即 男萧黎便站起身来道 跟我走吧 我们去个地方 夜晨跟着男萧黎下了楼 不由地问道 小姑娘 我们去哪里 男萧黎美眸闪烁道 到了 你就知道了 很快 在男萧黎的带领下 两人穿越了大半个青旋城 逐渐靠近了城郊处 夜晨突然神色一动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又前行了一会儿 一座巨大的环形建筑 便出现在两人的眼前 这环形建筑看起来 像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围墙 将城郊处的大片区域 都隔绝在了围墙之中 夜晨看着那围墙 目光闪烁 即便有围墙的遮挡 他依然能够感受到 墙后极其澎湃的火元素 来到了那围墙之前 男校离开口道 青旋城有双绝 除了灵察闻名于天人狱 同时在这里还建立着 在整个天人狱 都可谓名列前茅的火场 我们眼前的 就是那羁羊火场了 夜晨有些不解的道 火场 男校离闻言 有些古怪的看着夜晨道 你连火场都不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天人狱之人 天人狱三岁小孩 都知道什么是火场吧 夜晨闻言 却是直接摇头道 我刚刚才到天人狱来 啊 男校离有些意外了 夜晨竟然不是天人狱之人 难道是其他几狱的非生者 他对夜晨的好奇 愈发浓郁了起来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到不属于天人狱的非生者 不过 男校离倒也没有多问 而是解释道 火场便是专门收集火焰 培育化形火灵的地方 你知道 夜火强大到一定程度 就需要孕育灵性 幻化形态 才能继续生长了 夜火想要自行孕育灵性 千难万难 所以就有了火场这种地方 现在你知道火场是什么了吧 夜晨点了点头道 小姑娘来这火场是为了购买化形火灵 在她看来 这火场培育火灵自然是为了挣钱 男校离闻言 神色突然有些沮丧的道 我为了得到这化形火灵 已经来了这吉阳火场好几次 可却都是空手而归 夜晨有些意外道 难道小姑娘看上的火灵很贵 男校离摇了摇头道 不是很贵 是根本不卖 火场确实出售火灵 但只是一般的火灵 高等的火灵 要自己进入火场内的一个特殊区域降服 火场的说法是 高等火灵每一个都是来历非凡 能够自动责主 有缘者得知 有缘者得知 火场还会做这种好事 男校离却是有些讥讽得到 火场精明得很 哪里会吃亏呢 这只是一个噱头罢了 这些高等火灵都被保护在火穴之中 他不肯出来 你又怎么能降服呢 所谓的有缘者得知 实际上就是使用各种天才地宝 吸引化形火灵离开火穴 才能进行收服的 而你所使用的宝物在得到火灵之后 必须作为带走火灵的代价 交给火场 叶辰点了点头 这火场确实很聪明 高等火灵的价值 恐怕已经不是能简单地用天灵精来衡量了 而这种灵物眼光都是极其之高的 能将火灵引诱出火穴的宝物 价值至少也不在这火灵之下 甚至远远超过火灵本身 很多都是有价无市的至宝 这种交易方式比之普通的天灵精交易 更能令火场获利 正当南霄黎准备带着夜晨进入火场之中时 两人身后突然响起了两道 无比欣喜的男子声音 小姑娘 你果然来了 小姑娘 我们真是有缘呢 南霄黎微微皱眉 回头朝两人看去 只见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两名气质不俗 面容英俊的青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